无法宪回忆录 岁月艰难 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第三节 庐山会议后的新军委 1959年10月 庐山会议后新组成的中央军委 在北京三座门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 毛泽东和朱德都没有出席会议 但其他八位元帅 林彪 刘伯承 贺龙 陈毅 罗龙环 徐向前 聂荣珍 叶剑英 全部到会 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 都列席了这个会议 我以空军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 林彪首先宣布 新的军委已经组成 军委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 贺龙 聂荣珍 常委毛泽东 林彪 贺龙 聂荣珍 朱德 刘伯承 陈毅 邓小平 罗荣环 徐向前 叶剑英 罗瑞卿 谭震 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 一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后 报毛主席审定 接着林彪正式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 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 贺龙 聂荣珍三人负责 刘伯承 主管军事院校 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 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 陈毅分管军事外交 罗荣环主管军队政治工作 林彪在会上还说 我的身体不好 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 我就委托给罗瑞卿 萧华和谭震他们 总而言之 具体的事由他们管 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 重大的问题要集体讨论 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 希望各位元帅 各位委员给予支持 林彪讲完以后 其他几位元帅轮流发言 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意见 陈毅还表示 除了国务院的工作以外 一定积极参加军委的工作 军委开会通知我 我必到 元帅们的讲话都表示出 新军委的团结一致 从1949年以来 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多老帅一起开会 听到老帅们的讲话和表态 刘亚楼和我都非常高兴 觉得今后我们空军的工作好做了 果然从这以后 空军的工作更加受到重视 应当说 空军的工作 一直是很受重视的 刚刚组建空军的时候 许多工作就是毛泽东亲自抓的 连空军的装备 也是毛泽东亲自过问 同苏联的谈判 则是周恩来亲自抓 当时空军副司令员王炳章 主持这方面的工作 他经常到周恩来那里去开会 不过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 空军的工作就更加受重视了 据我所知 卢商会议以后 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 都交由罗瑞卿去办 军委的工作实际上 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 大大小小的事情 以及每次召开的各总部 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 都是由罗瑞卿主持 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 在当时一些事情 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 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 他只有一条 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 毛主席说东 他绝不往西 只要是毛泽东批了的 他一定画圈 同意照办 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都是如此 但在罗瑞卿主持军委具体工作以后 对有的老帅不够尊重 例如对叶剑英他就不够尊重 叶剑英当时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工作 他所需要的经费 罗瑞卿就不那么支持 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 这件事我曾经听叶帅说起过 当然对军队的工作 林彪并不是什么都不管 他管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突出政治 1960年9月初 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一次扩大会议 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出 政治工作是重要的工作 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是统帅 是灵魂 是一切工作的保证 做工作要靠党的领导 靠政治工作 靠群众入陷 靠人的觉悟 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 贯彻上面的思想 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 不打好思想仗 其他的仗就打不好 他还进一步的强调 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 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 我们更应该紧紧地掌握这个方向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 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 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就是 人的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一 而三八作风的基本内容则是 毛泽东当年为抗大军政大学提的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林彪将这三句话八个字概括起来 命名为三八作风 和平时期的林彪 也仍然喜欢用一些简洁的语言 来高度概括和表达 一些新的思想或者原则 这是他的习惯 也是他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这样经他概括提出的 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 就成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原则 林彪认为 要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就要搞四个第一 发扬三八作风 即发扬延安抗大的作风 这对于加强军队的纪律性 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是非常必要的 他的这些意见 会后在全军进行了传达和学习 并且由此掀起了 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次高潮 为了更好的贯彻 林彪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 1961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 中央军委又在北京 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 专门讨论 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 军委各总部 各军兵种 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 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主持这次会议的是 罗瑞卿和萧华 林彪自己很少到会 根据林彪的指示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要起草制定一个 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 把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等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原则 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为了写好这个决议 会议组组织了一个决议起草小组 由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 梁碧叶 总政的宣传部长江思义 解放军报社的社长 唐平柱以及我和其他几个人组成 大家经过商量决定 由梁碧叶带领几个人 乞讨一个稿子 同时由我带着江思义 唐平柱等负责人 乞讨另一个稿子 并且要我在我们的稿子里 加进空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经验 两个稿子乞讨完毕以后 罗瑞卿主持会议讨论决定 两个稿子一起用 在这两个稿子的基础上 形成了会议的最后决议 即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这个决议首先强调了 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 提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决议中有不少 后来广为流传的名句 如全军指战员要高举 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在执行中加强理解 要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 12月21日 中共中央在批准这一决议时指出 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 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 而且它基本的精神 对于各级的党组织 政府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等都是有用的 于是这个决议就成了全国各行各业 共同的政治工作原则 1961年圈节前 军委又在广州新盖的珠江宾馆 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 总结新军委成立一年多的工作 会议由林彪主持 除了朱德以及彭德怀以外 其他八位元帅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各大军区负责人 全都到会 算得上是军队的又一次盛会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驻是会议的东道主 他对参加会议的代表非常热情和关照 安排最好的地方给我们住 搞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 最后还送了我们美人一套精美的茶具 和一套福建期的烟具 与会的几位老帅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们一致认为 新的军委在林彪主持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林彪也在讲话中表扬了罗瑞卿 说罗瑞卿在工作上积极肯干 任劳任怨 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 处理了日常事务800多件 彭德怀 黄克诚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 已经全部处理完毕 另外 他也表扬了肖华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 一直开到春节以后才结束 由于我们在会议期间过的春节 所以军委领导决定与会人员可以接自己的家属 到广州来一起过春节 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拥护 于是大家纷纷接来了自己的家属 刘亚楼要我派人把他和我的家属一起接来 但我的妻子陈隋琪因为工作忙离不开 刘亚楼的家属就把我的儿子吴新潮带来了 同我们一样 我们的家属也受到了最好的招待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 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吹捧毛泽东 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强调把政治工作摆在各项工作之上 要求以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原则 来全面建设部队 为此他在部队中开展了创建四好连队 争当五好战士的运动 林彪在军队中一手搞起来的这套东西 得到了毛泽东充分的肯定 1963年11月毛泽东在给军委的一封信里说 四个第一 这是一个创造 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今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 比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 更具体化 也更理论化了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四个第一好 我们以前也从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 这是一个创造 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啊 四个第一就是创造 就是发明 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 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从这里可以看出 毛泽东对林彪大搞政治和大力树立自己的权威的举动 是十分支持和赞赏的 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的提倡 当时对林彪搞的这一套宣传的不得了 也捧得不得了 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高潮 这里我想说几句心里话 林彪这个人肯动脑子 点子非常多 战争年代 他曾经提出了不少这样的条条 和平时期 他又提出了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则 我们不说这里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水平 而且这里形式主义的东西也肯定不少 但是我感到这些东西 确实很实用 很务实 说是土政策也行 可是这些土政策对我们军队的工作和建设 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我经历了建国前后解放军建设的几个历史时期 比较而言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 军队工作是最好的 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 肯定比现在差得远 但是当时的部队 政治思想素质 精神面貌 却比现在要好得多 那个时候 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 官兵一致 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 与此同时 各总部 各军兵种 各大军区的领导 同心协力 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 为着共同的目标 拼命工作 不计较个人得失 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 包括政治思想 军事训练 国防战备 都是很有生气 很有起色的 这一切也为以后 在十年动乱中 人民解放军经受的其考验 成为稳定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奠定了基础 我认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 是很有战斗力的 这段历史是不应该予以抹杀的 这一时期 军队工作的成绩 也不应该轻易地予以否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